阿波罗新闻网 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政经热点 今天是美国时间2月10日星期六 除夕 万象更新 迎龙年 祝您财富双全 庆团圆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除夕夜 美方两连机 要重锤中国新能源产业 中国大量批准网游救市 习近平未改变精神鸦片看法 陆国产电车尴尬 爬窝数十辆抢冲电桩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除夕夜 美方两连机 要重锤中国新能源产业 彭博资讯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美国政府基于资料安全考量 考虑限制中国大陆的智慧车与相关领组件进口 只要车辆与领组件源自中国大陆 不管是何处进行最后组装 都准备列入管制 以避免由墨西哥等第三国输入 据了解 限制措施也将适用于任何美国认定 有自安疑虑的国家 官员认为 光靠关税 没有办法全面应对相关问题 消息来源表示 美国官员特别关心智慧车收集到的大量资料的安全性 所谓的智慧车 包括电动车 以及其他可联网的车辆或自驾车 如今许多汽车 无论是油车还是电动车 都可连上网际网络 因而可能成为黑客攻击目标 最快在下周 美国将颁布另一道行政命令 主要为确保资料隐私 另外 官员们也在衡量 是否调整对中国电动车课征的27.5%关税 这个关税最初是在前总统川普任内实施 电动车收集大量有关驾驶人 与车辆周围缓清的资料 由于业界竞争激烈 车厂致力优化车辆的感测器 与辅助驾驶软体 收集到的资料越来越多 中国大陆的法规要求汽车公司 必须在中国境内储存 与处理绝大部分的资料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上周在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活动上提到 他担心资料最后会落入北京手中 他举了中国大陆也有自安考量的例子 那就是中国政府禁止特斯拉的车辆 在当地开得太靠近政府机关 中国大量批准网游救市 中国大量批准网游救市 习近平未改变精神鸦片看法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 2月2日发布今年 进口网络游戏审批信息 共32款游戏获批 这是该机构自去年底 起草网络游戏管理办法以来 最新一波批准游戏版号 同时也是2024年以来 中国首度批准进口网络游戏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 于去年12月25日 新批准105款国产游戏版号 首创过百款审批 今年1月29日宣布的批准数量再创下新高 一口气发放115款国产游戏版号 为低迷不振的游戏市场连续注入强新针 被视为传递支持游戏产业的正面信号 上海八大证券研究分析师 财超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先前草逆的监管办法过于严厉 很明显是一个错误 但是中国政府不会在口头上明确承认错误 而是通过其他的行动来弥补 比如说将法案变得更加友好 或是近期各界所看到的加速发放游戏版号 财超义说 从某种意义上之前那个草案 有点像是赛翁施马胭脂飞幅的感觉 因为过于严厉的法案 引起了资本市场很大很大的震度 引起了惩罚 为了弥补 这个放松的程度会大幅超出预期 所以之前觉得这个网游行业的生存 有比较大的压力 现在一下子就反转过来 新浪财经2月5日引述花旗研究报告称 今年特批的进口游戏版号数量比去年多 料批货频率也可能高于前两年 花旗银行预计 今年可能有1200至1400款国产游戏 和110至130款进口游戏货批 财超义认为当前中国政府的要务肯定是发展经济 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尤其是在主管规范网游产业的中宣部出版局局长 冯士格被免职之后 其他官员肯定也知道总书记习近平的意思了 因此基于政府不会承认错误这一点 即便既有规范网游的法案还摆在台面上 但可以预期执行力将不弱以往严厉 台湾智库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军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2021年起中国开始出重手监管网络游戏 官媒甚至点名为精神鸦片 这样的称呼反映出习近平本人 对网络游戏抱持强烈的负面观点 在台北的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 助理教授王国晨也表示 习近平认为网络游戏有害身心的基调并没有改变 网游会危害到他口中的社会主义新人类 或是建立社会主义强国的理想 若放任年轻人玩网游 对于国家生产力来讲是没有帮助的 在台北的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 助理教授王国晨也表示 习近平相信中国经济结构需要做出转型 而改变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市场反弹 为回应市场的期待 习近平可以做出适度妥协 暂缓转型脚步 但不会改变打造其理想中经济新结构的坚持 刘孟军则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难题就是经济复苏不如预期 而不可否认的是游戏产业有其经济效益 更可以吸纳一些就业人口 因此适度放宽 以迎合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合理的决策 大陆民众过年返乡路艰难 2月9日几十辆电车抢一个充电桩 和新能源车主返乡 离充电桩5米 趴窝了都上了热搜榜 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 2月8日有网民上传的视频显示 在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高速大盛停车区 数十辆电动车等待一个充电桩 在广东务工的车主称 开车返乡过年 刚出广东就排队充电 电动汽车司机表示很无奈 该视频中充电站前面 有几十辆电动车排队 还有司机插队的现象 更加剧了现场的混乱 这样的充电条件 对充电车主来说相当无奈 不少网民调感到 弱弱地问一句 电车还香吗 电车是省汽油了 但不省心啊 国产电动车就是一款过剩产品 很垃圾 这些充电桩平时的使用率并不太高 在返乡高峰期 又难以满足电动车主的需求 排队充电 强装的情况普遍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观看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看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